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体内的环境就像热带雨林 温暖潮湿物种丰富 所有军群都在这样一套复杂的微生态系统中繁衍着 当人类从妈妈肚子里顺产出去 妈妈的肠道军群就随着产道和新生儿手牵手来到这个世界 随后母乳会带去更多的友谊军 这个阶段是我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候 大量的友谊军守护主人的免疫力 随着主人生理年龄的不断增长 肠道军群也开始发生变化 中立的艳养军有益军比例会逐渐下降 有害军四处煽风点火 热带雨林生态变得失去平衡 直到55至60岁 主人步入老年期后 有益军骤减 我们又将经历一次明显的衰老 可能就在一个寻常的早晨 便便会卡在某一处 无论如何也出不去 曾经能消化的食物 我们却开始产生应激反应 曾经冷热辣来到肠道 我们无所畏惧 但现在会很容易让主人发烧拉西 或许他们还没意识到 但我们明白 身为人类身体的器官轴 自己已不再年轻 通常情况下 一个健康人的肠道年龄 跟他的生理年龄相差不大 然而种种不良的生活习惯 营养缺乏 会让我们的肠道提前衰老 老于我们的生理年龄 近几年临床的经历 让我感受颇深 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肠道 明显的有老化的趋势 女孩子的情况 尤其让人担忧 有些女孩子本身只有二十来岁 但如果按照肠道的年龄来推算的话 如果说她六十岁也不为过 这是由于他们的饮食 睡眠等方面 存在着长期的问题 还有不懂科学减肥 忙活节食 最终不仅破坏了肠道的健康 还让自己的皮肤状态越来越差 更显老 那些男性肠道年龄偏大 则是因为工作的压力的原因 他们生活作息不规律 需要饮酒应酬较多 再加上心理压力偏大 会导致肠道的菌群失衡 加速肠道的衰老 如果我们忽视肠道的衰老 没有采取措施改善这种状态 等待我们轻则肠道的功能稳乱 营养流失严重 导致免疫力降低 重则是因为肠道的超前衰老 而过早的死亡 大家不要觉得危言耸听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曾经生冷不济 冰啤酒配烤串可以吃到爽 而现在吃点外卖必然腹泻 甚至稍微多吃血 肚子就胀得难受 恶心甘噢 很多人可能认为 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食物不新鲜 或是单纯的消化不良 但事实上 有以上任意一种表现 说明你的肠道已经提前衰老 肠漏是肠道衰老的显著表现之一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 代谢出的毒素之所以不会乱窜 得益于肠道的屏障功能 肠道主要由四道屏障构成 正常情况下 这四道屏障能够控制营养物质 并阻止食物残渣 有害物质进入血液 一旦肠道屏障功能受破坏 肠道渗透性增加 就会出现肠漏 很多伙伴们 可能经常莫名其妙的出现 腹痛 腹胀 或者食欲不振 这样的表现 或者以前吃某些东西没事 现在吃什么就不舒服 之前我们叫做食物不耐受的问题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都是由各种原因 系的肠联膜通透性的增加 你说有个概念叫肠漏 肠漏 肠漏本身不是一个特定疾病的名字 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表现 它有个学名 叫肠道粘膜的通透性增加 其实这种病理的一个改变 肠壁是由我们一层单层的上皮 通过紧密连接形成的 相传一层一张网格很密的网 如果我们肠道菌群失调 就会产生更多的毒素 这些毒素会通过我们粘膜层 进入血液 通过门经脉 然后输送到肝脏 对我们的肝细胞能冲击 加重肝脏的解毒的负担 另一部分 这种毒性带肠物 同时对肠壁也会起到攻击的作用 诱发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 引起炎症 当炎症和感染持续自己肠壁时候 细胞之间的连接就会被破坏 这个网的间隙就会变大 这时候我们的肠脏粘膜通透性就会增加 这时候我们的肠肉就出现了 随着网格扩大 食物中没有被消化的大分子物质 或者是肠道这些 我们叫做非有益菌 非精神菌分泌的内毒素 就会通过这个扩大肠粘膜 进入我们的血循环 大家不要觉得这四大屏障 就像四大金刚一样 坚不可摧 恰恰相反 心理压力 高糖高脂 低纤微的饮食 药物滥用 一点点风水草动 肠道的动态平衡 就会被这些不良刺激所破坏 幸运的是 跟身体里其他细胞一样 肠道上皮细胞也会频繁更新 这给了我们修复它们的机会 但也只有日复一日保持下去 肠道内部稳定 我们的身体才会稳定 想肠道恢复年轻 首先要让肠道菌群 发挥正面的作用 你们知道吗 肠道内菌群总数可达百万亿 分为有害菌 中性菌和有益菌三大类 其中中性菌是墙头草 在肠道内环境恶化的时候 就会黑化 变成有害菌 生成更多毒素 危害身体健康 那么肠道菌群这么重要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或者它平常都在做什么 第一点 我们都知道它能够促进肠道的消化 它能够帮助你 分解一些纤维素和多糖 并且把它得到的这些 多糖 维生素 脂肪温度元素 我们说可以作为一种防粽交给肠道 给我们吸收 互惠互利 第二就是形容我们所谓的生物屏障 抑制有害菌生长 一方面大量的菌酪附着在肠币上 为我们肠道穿上了一层天然的铠甲 避免肠币和有害物质直接接触 不仅如此 如果肠道感染了致病菌 共生菌就会产生抗炎细胞因子 抑制醋炎症的细胞的扩增 第三就是合成人体所说明的一些营养素 比如说B座维生素 K座维生素 烟酸等等 这些为食在生理功能中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肠道菌群还能降解食物中的抗原和过敏原 所以想要远离肠道疾病 一方面要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暴饮暴食 抠烟酗酒 高盐高油食物等 保持良好的心态 另一方面 长期做好肠道菌群的平衡也尤为重要 我们刚刚说强到内环境 肠道 我们说医生菌 什么医生源 包括饮食 习惯 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因素 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就决定了你肠道的一个状态 你的pH的改变 你的温度的改变 你的某些营养素质的改变 对你的菌群的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良的生活习惯 喝酒 抽烟 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一些刺激的食物 其实很多对肠道是有不良的刺激的 但这种损伤不是一朝一夕的 当然恢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例 我们之前有一个馈结的患者 就馈养一结肠炎 就是我们叫UC 岁水不大 30多岁 是搞这种我们叫旅游业的 所以得了一个亏养结肠炎 那我们就给他了一个规范的治疗 效果是非常好的 很快就进入我们环境状态 大概过了一年半 这个人又来找我 他说王大夫我犯病了 我现在大便自质增多 而且半有血便 年夜便这样的表现 我们一复查就复发了 就是没管住嘴 去云南 吃了当地的很多 生冷的 这就是说明什么呀 就是你没有管住嘴 你的饮食健康处的问题 另外呢 像他们这种搞旅游业的 其实休息是不好的 精神压力 同时结合着 你这个我们叫内魂镜的 一个由于饮食造成内魂镜的伪论 就造成了你肠联膜的 免疫力的一个变化 本来是应该攻击细菌的 这些免疫细胞 免疫这些因子 攻击肠道本身的 造成了这个疾病的发生 所以我们发现 你要维持肠道健康 不但要管住嘴 还要在精神上 树立一个健康好的观念 如果这两个你不做好 你肠道健康是很难维持 年轻不仅是表面上打扮出的活力 更应该有强健的免疫力 和充足的精力 应对繁忙的生活 这些都与营养和肠道健康 密不可分 肠道衰老决定身体的衰老 肠道年龄 就是肠道均群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把养肠 作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从饮食调节 心态调整 益生菌补充上三管齐下 肠营养 才能肠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